台东县泰玛里的金伦大桥被誉为全台最美高架桥 成了独特观光景点 但日前有民众打扮成动画角色无脸男 悠险横躺在桥上 被民众怒哄拿自己生命开玩笑 警方表示正在追查当事人的身份将开罚500元 但消息一出让不少民众质疑罚得太轻了 对着镜头高举双手比出夜的手势 打扮成无脸男的男子在马路两端来来回回走来走去 没想到下一秒还有夸张举动 在路间直接躺下 一手伸头一手扶腰 过了五秒迅速起身 哎呀这面具掉了不打紧 接着赶紧把衣服穿好 同个姿势马路中央再来一次 似乎担心被车碾过 只躺了三秒钟就赶紧起身离开现场 事发在台东泰玛里的金伦大桥 被誉为是全台最美高架桥 常吸引游客及摄影师拍照停留 但这回出现无脸男大啦啦躺地 被民众剖网引发热议 太危险了啦 哎呀这一命开玩笑 夸张行为不仅引发讨论 更已经被警方管住 本所目前正在积极查明 无脸男当事人的身份 警方目前要循现歹人开罚500元 只是这金额也被民众质疑 会不会罚太少 只要罚500块你可以接受嘛 那么低 没有办法受到警惕的效果啦 没办法 没办法 半选无脸男上路搞怪 罚钱是小 警方还是呼吁生命安全很重要 千万别随便开玩笑 记得楼梨桑台东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